大家好,我是尿尿 我这个人呢,很容易感到尴尬 突围赛我晋级了 其他选手都来祝贺我 建国跟我握手,我和建国握手 杨波跟我碰拳,我和杨波碰拳 忽兰也伸过来一个拳头 我握了握忽兰的拳头 你们握过忽兰的拳头吗 很尴尬 当时我就想,好怕忽兰嘲笑我 但我又觉得他不会 忽兰可能会想,我要是出剪刀就好了 有一次我坐电梯遇到两个女生 我一进去我就知道他们也很内向 因为我一进去,就听到后面有两个声音 其中一个说,可以吗 另一个说,没事 然后第一个声音说,鸟鸟 我说,嗨 然后我们就都沉默了 那一刻就特别地尴尬 我觉得电梯是个特别适合体会尴尬的地方 如果你要体验恐惧,你可以去鬼屋 你要体验尴尬,就要进电梯 即便鬼屋里有一个电梯 你和鬼一起站在里面 你也只会感到尴尬 你也只会说 你今天还挺恐怖的 我也很怕坐别人的电动车 因为我不知道该抓哪里 有一次我坐中介后面 就只能抓他衬衣的两边 他衬衣又很紧,就很难抓 他车又开得很急 我就说,不好意思,您能开得稳点吗 他说,你能不挠我了吗 我就明白古人为什么喜欢骑马了 因为骑马,骑马能抓呀 对,我最近写的梗就是这么的抓马 还能这么来 因为怕尴尬,我就经常一个人待着 我就想,一个人待着总不能尴尬了吧 直到有一天,我投屏投到了邻居家 我正奇怪呢 为什么电视一直加音量,还是没有声音啊 小区群里一个大哥已经崩溃了 说别投了,已经要聋了 他也在群里发了我电脑桌面的截图 那一刻我就明白什么是精神走光 当时我看的是脱口秀大会 大哥还说,这节目营销也太厉害了 没人看也不能硬往人家里头啊 原来只要你是一个尴尬人 独自在家也是可以尴尬的 我就很羡慕那些大爷大娘 他们就不太会尴尬,他们很自我 他们可以旁若无人,在公园里撞树 跳舞,和老姐妹们摆成一个舞角星 因为他们用五六十年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世界上绝大部分人的想法都不重要 人应该只在意那些最重要的人 配偶啊,子女啊,广场舞的舞伴啊 我觉得他们活得比年轻人更平和 更洒脱,更明白人生的意义 我就希望我也能早点到达这种境界 到时候我就不怕社会性死亡了 我甚至可以社会性找死 我就跟中介说 觉得痒痒吗?忍着 跟邻居大哥说 给我把会员充了 跟忽兰说 别装酷了,把手张开 我来出剪刀 我不想再内向了 我甚至要变得非常过躁 让邻居都忍不住说 鸟鸟不要再叽叽喳喳了 叫你鸟鸟 不是让你真的变成鸟啊 总之最后呢 希望大家都能活得更轻松 少一点尴尬 多一些自在 谢谢大家 我是尿尿 前几天我去拍了个时尚杂志 是的 时尚圈已经找不到人了 服装老师会频繁地给我调整衣服 每次来他都会悄悄跟我说 吸一吸肚子 吸一吸肚子 而我都会告诉他 已经在吸了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你以为我在躺 其实我已经在卷了 今天我们聊躺和卷的话题 躺和卷怎么选 这个题目就给我们一种假象 好像我们有的选 我们之前思考过那种电车难题 是吧 一条铁轨上躺着五个人 一条铁轨上躺着一个人 问如果是你 火车该往哪开 是吧 但真到了社会上 我才知道 我决定不了火车往哪开 因为我就躺在铁轨上 我们这些脱口秀演员都躺在铁轨上 只有李旦在开火车 他想压谁就压谁 我们被李旦压 李旦被网友骂 我很少思考怎么选的问题 因为我知道每个人的选择范围都是有限的 小时候妈妈领着我进小卖铺 问宝贝你想吃薯片还是辣条呀 我指着老板背后说 妈妈我想要那个电视 我妈说我是不是又给你脸了 这也让我想起我学二胡的过程 在我小学二年级的一天 我妈问我 宝贝你想学二胡吗 这就是我人生面临的选择 我妈没有问我在钢琴吉他和二胡里 你想学哪一个 她问的是二胡你想不想学 在二年级的我听来 这句话就是 这个脸你想不想要 所以我就被迫开始学二胡 学也学不在心上 每天我妈上班前会跟我说 我去上班了 你自觉点 该干啥干啥 我就知道 我该看电视了 但我也没办法踏实地看 我会焦虑自责 会想我为什么这么不自觉 所以我就会一边看电视 一边拉二胡 我给电视配乐 那时候在播家有儿女 有一集他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 夏东海不在 我一拉就感觉 夏东海再也不会回来了 但我卷了很多年二胡 好像也没什么意义 因为二胡不是一个 适合展示的乐器 也没有办法吸引异性 你能想象吗 两个男生走在街上 突然一个碰碰另一个 说哎 两点钟方向 两点钟方向 有个女生在拉二胡 你有零钱吗 除了拉二胡 我也卷学习 拉二胡和做题 这就是儿时的我 能为人生所做的全部准备 所以现在我的思维很简单 就是遇到困难就想刷题 包括参加脱口秀大会 我也总想 如果有一套真题 刷一刷就好了 最好有一本 五年大会三年模拟 每次主题赛宣布主题 我听到的仿佛都是 字数八百文体不限 诗歌除外不要退赛 有时候还有附加题 已知云南白药口腔修护寒树叶 搭配活性态牙膏 帮助修复口腔粘膜损伤 问如何将以上信息巧妙地 融入段子 这道题我已经答完了 有的时候如果不会做呢 把题杆抄下来也能得分 但我到社会上才发现 会做题也没有用 因为很多人生最重要的问题 参考答案都是略 我和他能长久吗 略 我这么加班真的值得吗 略 我的人生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吗 略 我就感觉生活在嘲讽我 好像他说你想知道答案吗 就不告诉你 略略略略略 躺和卷怎么选 我每次坐飞机都会纠结这个问题 我每次上飞机都会既带着悠行诊 又抱着笔记本 低头写稿会想不行不行 颈椎要完了 躺着睡觉会想不行不行 工作要完了 我这个人就是躺的时候想卷 卷的时候想躺 永远年轻 永远左右为难 一切都是最不好的安排 所以你要是让我选呢 我会选躺 但如果实在让我卷呢 我也服从生活的调剂 我希望有一天我对生活的态度 能像生活对我的态度一样 就是恋恋恋恋恋 谢谢大家 我是妞妞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妞妞 去年我讲了容貌焦虑的段子 是吧 今年我就开始身材焦虑了 因为之前我看到一张表格 上面有我们很多人的身体数据 就有个同事指着其中的一栏问 这是谁的臀围啊 这么大 服装老师说 这是鸟鸟的腰围 我就琢磨着该减肥了 我妈也很关心 不知道她从哪听来一句 健身圈的口号 说自律给你自由 我当时听了我就有点生气 我想上高中的时候 你说上了大学你就自由了 上大学你说工作了 自己赚钱就自由了 工作了你告诉我下了班就自由了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 你告诉我自律给你自由 就能不能不要再给我画饼了 我咽不进去了 我在借碳水呀 我说我一个搞脱口秀的 我不靠脸吃饭 是吧 我平时的工作就是搞创作 我妈说创作怎么了 很多作家也都在健身呀 你看人家海明威 是吧 刺维格 我说妈妈你是真的会举例子 死得比这俩惨的作家都不多呀 我觉得自律和自留 这两个词本身就很矛盾 现在网上到处都是很矛盾的话 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 说年轻人如何佛系的奋斗 我想你都要奋斗了 还要佛系 这也太矛盾了 怎么奋斗啊 南无阿弥陀佛 我觉得自律给你自由这句话 他真正想表达的是 好身材能吸引异性 健身有助于求偶 所以想到这里 我就去健身房了 我是为了去积累素材 我早就知道健身房是当代著名的消费陷阱 果然一进去 就有一个教练要给我卖课 他说你的体态有问题 我说对 我圆肩驼背 骨盆前倾 还有膝超身的问题 整个人看起来没有自信 再不健身就完了 教练说 啊 你也学过POA啊 后来又来了一个教练 让我真的对健身产生了一些兴趣 因为他教得很专业 也不着急卖课 最重要的是 他还是一个帅哥 对 我也有眼睛 他会教我做一些器械 有的器械就特别磨手 我做完一组就会搓搓手 教练说 你刚开始练 手上还没有剪子 我手上剪子就很厚 你摸 当时我就想 我的天呀 帅哥让我摸他的手了 开玩笑 我想到说 你胸肌上有剪子吗 然后就摸了嘛 就买了一万块钱的课 有的时候你明知 那是消费陷阱 但当陷阱里 站着一个帅哥的时候 你只会感到喜悦 你只会想太好了 天上掉陷阱吗 帅哥还每天监督我 早睡早起 让我跟他汇报 今天吃了啥 我感觉自己雇了一个妈 但我已经有一个 免费的妈了 健身实在是太辛苦了 每顿饭都要计算热量 一定要特别标准化地 饲养自己 力求把自己的肉质 养得特别柴 而且经过我仔细观察呢 我觉得健身房啊 可能是一个物理老师 发明的 我就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 见过这么多定化轮 大家都练得汗流浃背 把一个哑铃 举起放下几十次 然后放回原处 连西西伏斯看了都会说 这做的是无用功吧 最怕的是 你刚努力了两个月 好不容易有点成效 结果遇到一个 好久不见的老朋友 见你第一句话就是 你是不是胖了 所以现在我就放弃了 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 再帅的教练 都无法激励我了 我一想去见他 还要借糖 借油 借碳水 我就觉得算了 我还是借色吧 自打扮了健身卡 身体没有变健康 灵魂得到了升华 我现在饮食特别油腻 内心十分纯净 我也理解了 自律给你自由的真正含义 就是只要我自律的 不去想胸肌 我就可以自由的吃炸鸡 谢谢大家 我是娘娘 谢谢 谢谢娘娘 大家好 我是娘娘 我也是一个全日之女说师 我之前一个人在上海居家了两个月 怎么说呢 我现在特别热爱社交 因为一个人居家真的非常难熬 我之前完全不会做饭 有人问我说 你一个女孩子 难道之前没玩过厨房玩具 没玩过过家家吗 我也玩过家家 但因为我从小就话少 又懒得动呢 我都是演爸爸 我妈也经常劝我说 你要学学做饭 但对我来说 做饭很难有成就感 因为你饭做得再好 都很难把劳动成果留存下来 我妈说 但几年前还出土了几个 未进南北朝的饺子 我说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它好吃的话呢 当初根本就不会被剩下来 总之我平时都是点外卖 真到自己做的时候 才知道和别人差距有多大 别人都会一些拿手菜 会说这个菜我特别拿手 我只能说这个菜我非常棘手 除此之外 我还会一些烫手菜和切手菜 除了操作上的困难 我还缺乏常识 我在家用平底锅 小心翼翼地做了一周的炒鸡蛋 才发现 要做一个成型的鸡蛋饼呢 是要加面粉的 我知道了这个诀窍 又把饼做得太厚 那天我打开一个 五分钟快手菜视频 然后在厨房里忙活了两个小时 最后做的那个鸡蛋饼 外焦里生 外面已经焦黑了 切开里面还会流汤 外有致癌物质 内含沙门势菌 我的朋友听闻了我的试迹呢 都说我是绝命厨师 总之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我烧坏了两个锅 手机进水了一次 煎个鸡蛋 还把美气灶的灶眼堵死了 我总结出了规律 我干的活越多 我家能用的东西越少 我的朋友都很担心 我说你小心点 别把家给点了 我说放心吧 灶眼已经堵死了 最让人挫败的是 经历了这种种的困难呢 我做的饭仍然非常难吃 每天我做饭两小时 吃饭十分钟 洗锅一小时 谁能想到 这其中最煎熬的 竟然是中间的那十分钟 厨房在文艺作品里 是世俗和平庸的象征 但我们都误会了 厨房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厨房里有刀 有火 有油锅 你们知道哪里 还有这个配置吗 地狱 这也就是我对厨房的感受 我也理解了 为什么大家去这两个地方 用的动词都是同一个 所以当别人问我 你下厨房吗 我都会说我下地狱 我每天要下三次地狱 我一个人住嘛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我才做了几天饭就崩溃了 我又一想 妈妈做了二十多年的饭 我心里现在想起来 就会觉得很崇敬 有人问我说 那你现在一定很想吃到 妈妈做的饭吧 那倒也没有 我妈做的饭也不好吃 我在上海 还要给我爸点外卖 也有朋友安慰我 说你不会做饭呢 正好筛掉了一批 不合适的男生 我说对 我筛掉了一批 需要吃饭的男生 教育部发布了 新的劳动课程标准 从今年九月起呢 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也要会做三道家常菜 怎么说呢 我想生孩子 你们也知道 我们的比赛压力很大 所以我昨天 请了几个演员朋友 去我家吃饭 时间应该也差不多 我今年的策略就是 要想避免他们站起来 挑战我呢 就先让他们站不起来 我来之前还想 我的稿子里有地狱 会不会太沉重了呢 但今天看到这个舞台 所以我现在心态 非常的平稳啊 只有我只有两条路啊 晋级上天堂 淘汰下厨房 让我别躺 谢谢大家 我是尼尼 大家好 我是尼尼 我在透明秀大会上 讲了一些内向的段子 现在还有点出名了 所以我现在是出了名的内向 以至于别人看到我参加聚餐 都会跟我说 你竟然来了 我说是啊 不是你邀请我的吗 他说但我没想到 你真的会来呀 当时空气安静了一分钟 轻轻松松又产生了一个 社交名场面 人们觉得内向的人 好像完全不出门 但其实内向的人 也是会户外运动的 有一次我去玩飞盘 网友说竟然连鸟鸟都去了 我觉得很奇怪 飞盘狗都能玩 我为什么不能玩呢 当然人们可能宁可和狗玩 因为虽然狗也不说话 但他们看起来比较外向 这里也没有说外向的人都是狗的意思 还有一次在健身房 我练得满脸通红 面目猙獰 突然有个人走过来指着我说 它是鸟鸟 它是鸟鸟 当时我就想糟糕 被发现了 当我灵机一动 突然大笑 我说 哈哈哈哈 没错 我就是鸟鸟 一个人说 对不起 是我认错了 以上是社交名场面第二则 我觉得内向的人 社交之所以困难 是因为大家对内向 还有一些误解 在一些人的理解里 我好像都不能快乐 不能笑得很大声 如果笑得大声 人设就破了 但内向的人也是可以大笑的 不能大笑那不叫内向 那叫抑郁 我经常大笑 看短视频大笑 听脱口秀大笑 被人认出来也会大笑 哈哈哈哈 我为脱口秀付出太多了 其实内向的人 只是不太喜欢社交 不是不能社交 内向和社恐是有区别的 真正的社恐 密恐 恐高 洁癖 强迫症 那都是病 内向又不是病 病至少是可以治的 内向只是一种 终身伴随的性格缺陷 不影响寿命 我甚至认为 我们内向的人 活得更久 万一活得短呢 我们也不会到处说 有人问我说 你希望别人 怎么对待你们呀 我说 你把我当正常人就行了 有时候外向的人 和我说话 也会有点小心翼翼 我心里就有点生气 说好的外向呢 怎么遇到内向的人 就不会说话了 我内向还是你内向 托不花托总在书里写 他小时候也很内向 但后来他明白 和人沟通 不是说话越多越好 关键在于 是否让对方觉得 你在倾听他 技巧高超的人 即使一直说恩 也能完成一场社交 原来这就是 内向者的技巧 我以为这是 内向者的症状呢 你想想别人问你 吃水煮鱼还是小龙虾 你说恩 别人问你喝奶茶 还是喝可乐 你说恩 别人问你 是不是不想跟我说话呀 你说恩 你是完成了一场社交 你也没有第二场社交了 其实上了节目之后 我的社交 还是比以前轻松了一些 因为我心里有底气了 之前我害怕我内向 影响工作 影响关系 但现在我有演出 有观众 我知道即使我做真实的自己 也总有一部分人会喜欢我 甚至大家都更爱 跟我在一起 因为只要有我在 场面尴尬 就怪不到他们 最后我想说 虽然我话少内向 会突然哈哈大笑 但我是个正常人 谢谢大家 我是正常的鸟鸟 鸟鸟 你去哪呀 我去那儿 我也去那儿 你喝水煮 给你买个饮料 嘴角抽动了 想喝 你啥时候才能活泼一点 你多说点话呀 下 下杯 我左边一个射牛 右边一个射口 中间夹个老旧 做成一根热狗 出酒 这叫无非就是害怕出酒 脱口秀都不嫌丢人 正常一起 真心的朋友 不会轻易就溜走 如果不想交往 不用飞 要来握手 昨天他是李弹 今天成了单总 其实效果恶化 没人愿意跟你喝酒 有人家自在 特别爱说话 有人会害怕 就爱宅在家 特别怕尴尬 不管他 射牛射口 晚上都挺能啪啪 不管你 身不射交 地球都不会爆炸 这里没有对于错 更不分好和坏 我们需要多一点的理解 再多一点爱 彼此多一点的空间 大家轻松又自在 出的时间长了 你手之声那也长挺帅 反正下辈子 再也不见了 不如这辈子 先交个朋友 同儿 反正下辈子 再也不见了 我不想配 来交个朋友 什么房建国 我根本没见过 随便跟我哈拉 是不是太随便了 都说你是社恐 我看有点片面了 一起吃火锅的时候 食牌陪牛 你咋那么能炫呢 最讨厌热烈 最讨厌团结 让我听成路开会八下 不如在家找网练 一张八百年 我吃了八百遍 发定家人不见面 是我多人的底线 家人亲戚朋友 同流就会每次让我画龙 当我公园画行人 那画龙画龙画龙 他们一直起哄 我的小脸 红龙绿龙 紫龙 不如在家门口 画个忘祖龙 没做我同意 这代表不同意 我希望你能理解 有些人能保护你 小脸表就信奏 小脸有尊敏 我想打击就在地 赶紧有啥感情 反正下辈子再也不见了 我公园画龙维 现在我和朋友 宋小脸你都来 来 反正下辈子再也不见了 你这个孙子 还帮个朋友 我们看来 反正下辈子再也不见了 不如这辈子 先找个朋友 反正下辈子再也不见了 不如这辈子 来找个朋友 飞 小脸 我才爱你了 同志们 大家好 我是鸟鸟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 叫体相障碍 体相障碍是一种认知障碍 通俗地说 就是一个人其实不丑 但是他觉得自己长得丑 我想去医院看一下 我有没有这个毛病 又怕医生说我没有 理发师总是建议我剪一种发型 就是前面一个刘海 两边也剪短 修饰脸型 底层逻辑就是 用我的头发 尽可能多地 把我的脸盖住 我觉得他还可以再激进一点 给我剪成真子 我觉得真子 可能也只是一个自卑的女生 就这么打扮 是她的一种防御手段 用来安慰自己 别人见到我就跑 肯定不是因为我的长相 只是因为我的穿搭风格 从小就知道 我长得挺普通的 因为我妈天天跟我说 女儿啊 你得好好学习 女人不能要一头没一头 我后来就只好考上了北大 我是考研进去的 复习期间 我怕考不上丢人 就不敢告诉别人 我考的是北大 我就只能说 我考的是清华 但上北大 也并没有改善我的处境 做一个长相普通的女生 仍然非常难 就是你好像做什么都不对 你不打扮吧 人家说 没有丑女人 只有懒女人 在这句话出现之前 我只是一个单纯的丑女 你要做什么坏事 人家就说 真是相由心生 你要与人为善吧 就会夸你 真是人不可貌相 我要说 我觉得自己挺好看的 那你得有点自知之明 我要说 我觉得自己不好看 那你得接纳自己 还有大家平时晒的图片 也都太好看了 什么时候能晒一些 既彰显个性 又不涉及美丑的东西 比如质温 因为容貌上的自卑 我放弃了很多事情 不要去面试 肯定选不上 不要联系它 肯定没结果 不要抢银行 会被监控拍到 我又不上镜 但长成我这样 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我经常示弱 撒娇 未经允许就吃男生的冰激凌 但从来没有一个人 说我是绿茶 她就是馋了 上次我去美妆店 店员推荐护手霜 她说你知道吗 手真的很重要 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 我说谁能先救救 我的第一张脸 她说女人不能 要一头没一头 世界对普通人来说 是很现实的 就是你必须具备功能 才有存在的价值 但美人只需要存在 就可以了 你不会见到一个人说 这个花瓶 保温吗 我知道美人和普通人 面对的世界 是完全不同的 连死亡都无法消弭 这种差距 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我国西部 出土了两具 三千八百年前的人类遗体 人们把她们命名为 楼兰美女和甘尸二号 这事其实是我编的 但你们是不是觉得 特别合理 就我觉得我们普通人 平时可能太低调了 就我们总是想 我这样的就不发自拍了吧 这就造成了幸存者偏差 使得网上都是美女的照片 让大家觉得美女 才是正常的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 多在朋友圈 发一些原始的自拍 让美女无地自容 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勇于展示自己 总有一天 人们都会关闭朋友圈的 谢谢大家 我是猫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是个内蒙人 我的老乡 李旦 Rock和杨萌恩 都在讲脱口秀 所以我想 我可能也可以 你们可能看得出来 我的性格特别地活泼 我从小就这样 爸妈为了改变我 让我学了音乐 我学的是二胡 世界上最欢快的一门乐器 小时候大家学的都很高端 钢琴 单簧管 小提琴 只有我拉二胡 很多小朋友嘲笑我 除了我最好的朋友 学的是唢呐 我们立志 等我们长大了 五六十岁 就在公园里 组一支乐队 把那帮学钢琴的送走 我这个性格 没有办法演奏 特别欢快的曲子 你们可能都听过 一首曲子叫赛马 别人拉赛马 就让你觉得那些马 都活力四射 热爱比赛 我拉赛马 就让人觉得那些马 比什么赛呢 每匹马都是要死的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可爱 所以我常常没有什么存在感 刚才在卫生间 我把手伸到水龙头下面 都没有水流出来 这是什么破坏 这是什么破坏 我想我早该习惯这种被忽略的挫败了 然后这时候旁边有个人把开关搬起来 水流出来了 我也不喜欢和人打招呼 因为总要说一些没用的话 来了 吃了吗 天气不错 谁会真的关心这些呢 什么时候我才能问一些 我真正在乎的问题 比如杨岚老师 你好 好 我有可能得到年的牌灯吗 哇 我的天啊 穿命运的唯一型的问题 可能是被这种怪物打准了 在东方说手秀 学习 学习 学习一下 哇 我这样的人也很难谈恋爱 因为我很难判断对方是不是喜欢我 书上说如果对方对你有好感 他看你的时候瞳孔就会变大 但是我没有办法毫无理由地看别人的眼睛 我就上网查询了 艳光师资格证的报考条件 到时候就来测个同剧 大夫我多少度 不重要 你不爱我 有本书叫《内向者优势》 它安慰到我了 但是没有一本书叫《外向者优势》 我就安慰我外向的朋友 我说其实你们也有优势了 他说我知道呀 我们的优势就是活得非常快乐 不需要看一本书来安慰自己 我说你知道快乐的人 也是要死的 我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甚至超过我个人的感受 即便现在我被一只老虎咬了 都很难立刻喊人来救 因为如果没有人救 我只是可能会死 可是一旦有人救 我还得跟他打招呼 这很好啊 这时候如果武松从我面前走过 我都会想 我应该叫他吴老师 还是叫他松哥 如果叫吴老师就太疏远 当然叫松哥又太亲切了 武松可能也想 他身边是不是有一只老虎 但是他没有叫我 如果我贸然的过去 会不会显得我不信任他的能力 会不会显得我不信任他的能力 我很想做一个外向的人 因为外向的人就像太阳 热烈 明亮 引人注目 内向的人就像月亮 只要有太阳在 没有人能看得到他 到了晚上太阳休息了 月亮还亮着 因为他在琢磨白天的事情 根本睡不着觉 他在想 我可能还是应该叫他吴老师 谢谢大家 我是娘娘 谢谢大家